我今天要谈的是父亲 父亲在神的幸福计划中是不可或缺的 我要高深鼓励那些正在努力好好旅行这项召唤的人 称赞并鼓励父职和父亲 并不是要羞辱或贬低任何人 我今天只是要强调 男人在丈夫与父亲这两项最崇高的男性职责上 所能带来的好处 没有父亲的这本书 没有父亲的美国这本书的作者大卫布兰肯霍恩说过 今日的美国社会对于父职的观念 有着根本的歧见及相互矛盾的情感 有些人甚至忘了这些观念 有些人对此感到恼怒 另外有些人包括许多研究家庭的学者 则是对此轻忽或鄙视 还有许多人并不特别反对 也没有非常支持 许多人希望我们能采取行动加以实践 但却相信我们社会再也不能 也不愿意这么做 我们教会相信父亲的角色 我们相信理想中的男人 应该以家庭为优先 我们相信依照神的安排 父亲应在爱与正义中主领家庭 负责提供生活所需并保护家人 我们相信在相辅相成的家庭职责中 父母有义务在这些神圣责任中互相协助 是平等的伙伴 我们相信父亲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他们是独特唯一且无可取代的 有些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父职的益处 像是男人有义务对自己的下一代负起责任 督促他们成为好公民并顾及他人的需求 协助母亲来共同教养子女 总之 男性扶植的关键是成为父亲 儿女扶植的关键是拥有父亲 社会扶植的关键是培养父亲 这些考量固然都很正确也很重要 但我们所知道的扶植 不仅仅是社会的认知或演化的产物 父亲的角色是源于神 从天父开始 在城市中则是从先祖亚当开始 天父完美神圣地展现了父职 他的品格和特质 包括丰满的良善和完全的爱 他的事工和荣耀 是促进他儿女的进步 幸福和永生 这坠落世界中的父亲们 在各方面都无法与至高之神相比 但他们能尽己所能地效法天父 他们其实就是在从事天父的事工 他们光荣地被托付一项重责大任 对男人而言 父职暴露出我们自己的弱点 和有待改进之处 父职虽然需要男人付出与牺牲 却是无比满足和快乐的泉源 同样的天父是我们极致的典范 他非常爱我们这些他灵体儿女 为了我们的救恩和超生 赐给我们他的独生子 耶稣说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父亲们日复一日 为了服务和供养家人 而天天付出生命 辛苦工作 所展现的就是那样的爱 父亲最主要的工作 也许就是让子女的心转向天父 如果父亲能在日常生活中 借着深教和言教 展现对神的忠诚 就是将开启今生平安 和来世永生的钥匙 送给子女 父亲念经文给子女听 和子女一起读经文 都是在让他们熟悉主的声音 我们发现经文中一再地强调 父母有责任教导子女 还有 只要父母在习安或以组织的 任何习安支联会中有子女 却为教导他们了解悔改 对活神的儿子基督的信心 以及洗礼和戒 按手里的圣灵恩赐的教义 到了八岁 则罪就落在父母头上 他们也要教导子女祷告 在主前正直地行走 1833年 主谴责总会会长团成员 约瑟斯密 西德尼雷格登 菲德赫威廉 因为他们懈怠了教导子女的责任 你没有按照诫命 教导子女光和真理 那邪恶者仍有能力控制你 这是你痛苦的原因 每个世代的父亲都要一再地教导子女 神的律法和作为 就像诗篇作者所说 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 要在以色列中设律法 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 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 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 好叫他们仰望神 不忘记神的作为 我要守他的命令 教导福音当然是父母要分担的责任 但是主显然希望父亲将此事当作最优先 带头负责去做 要记得正式的谈话 一起工作与玩乐 还有倾听 都是教导的重要元素 主席带父亲们协助塑造他们的子女 子女想要也需要一个典范 我很蒙福有一位堪委表帅的父亲 我记得在我12岁左右的时候 父亲在我们挺小的社区里面 成为市议员候选人 他没有花大钱举办竞选活动 我只记得父亲要我们几个兄弟 挨家挨户的发传单 恳请人们投票给保罗克里斯多 有几个人在我发传单给他们的时候说 保罗是个诚实的好人 他们绝对会投票给他 当时我年幼的心灵充满的骄傲 以父亲为荣 这给我自信和渴望去跟随他的脚步 他并不完美 没有人是完美的 但是他正直良善 也正是儿子想努力学习的榜样 管教和纠正也是教导的一部分 主保罗所说的 因为主爱的他比管教 但是父亲在管教时要特别留意 以免造成任何类似虐待的情形 这类情形绝对无法自圆其说的 父亲的纠正 必须出于爱心和圣灵给他的指引 当被圣灵感动时 适时的言加训诫 事后对你训诫的人表示更多的爱 免得他把你视为敌人 好使他知道你的忠信比死亡之所更坚强 用神的方式管教 重点不在处罚 而在于帮助所爱的人 在人生道路上能够自我约束 主说过 所有的小孩都有权要求父母抚养 直到法定年龄 养家活口是一件限纳的工作 为了养家虽然通常需要出门在外 但是跟父职并不冲突 养家是当个好父亲的必要条件 有句话说 工作和家庭两个是互相重叠的领域 这句话肯定不能当成借口 男人不能为了工作而忽略家庭 或者不努力养家 且宁愿把自己的责任交给别人 便阿弥王说 你们不会让孩子挨饿 无衣蔽体 不会容许他们违反神的律法 互相打骂 你们却会教导他们行走在真理和严肃的道上 你们会教他们彼此相爱 彼此服务 我们了解男人无法找到工作 或赚到足够的钱养家的那份痛苦 若是在某种时期 尽管尽的最大努力 人无法完全履行父亲的责任和本分 这样的男人并不需要觉得羞耻 遇到残疾 死亡或其他情形时 可因个别情况调整 必要使亲戚应伸出援手 爱孩子的母亲 并表达出那份爱 是父亲能为孩子所做的最好的两件事 这能再次肯定和巩固婚姻 而婚姻是家庭生活和安全保障的基础 有些男人是单亲爸爸 养父或继父 他们许多人费尽心力 尽最大的努力去扮演一个往往不讨好的角色 我们尊敬那些怀着爱心和耐心 牺牲自我 做这一切来满足个人和家庭需求的男人 我们应当知道 神自己也将他的独生子托付给一位养父 耶稣在成长时 智慧和生良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这其中必定有一部分是约瑟的功劳 逆人遗憾的是 由于死亡 遗弃或离婚 有些孩子没有跟父亲一起生活 有些人的父亲可能仍在身边 心却不在 或使 或者在其他方面漠不关心 不给予支持 我们呼吁所有的父亲要做得更好 成为更好的人 我们也呼吁媒体和娱乐发行业者 多描绘那些忠实能干 真心爱妻子 而且明智地引导孩子的丈夫 少去琢磨那些愚笨 笨拙 滑稽搞笑或惹出麻烦的父亲 父亲实在太常被描绘成那个样子了 对于家庭状况有困难的孩子 我们要说 你本身并不会因此比别人差 有时候 这些挑战意味着主信任你 他会直接或间接 透过别人来帮助你 解决你所面对的问题 你可以成为 让你的家庭拥有 神为家庭制定的模式的第一代 或第一个人 真正的塑造和造福你所有的后代子孙 对于知道自己将来要担任 供养者和保护者的男青年 我们要说 现在就开始准备 在学校认真求学 规划高中之后所要接受的教育和训练 不论是上大学 技术学校 当学徒或进行类似的计划 接受教育是培养你将来 所需技巧的和能力的关键 要把握机会与各年龄层的人来往 也包括儿童年纪的人 并学习如何建立良好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这通常指与人面对面的交谈 有时候是指与他一起共事 而不只训练彼此传简讯的功力 好好的过你的生活 好让身为男人的你 将来能把纯洁带入你的婚姻 带给你的子女 对于所有新生的一代 我们要说 不论你把自己的父亲评定为好 更好 最好的那个等级 我预料随着你的年纪和智慧增长 这个等级会升高 请下定决心 要让自己过一个能荣耀父母的生活 记得约翰 他道出了一位父亲的渴望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 为人父者所能获得的最大光荣 就是你的行为正义 对于我的弟兄 本教会的父亲 我要说 我知道你希望成为完美的父亲 因为我也是 即使如此 尽管有各种的限制 让我们努力向前推进 让我们将今日文化中的个人主义 率性而为的浮夸思想 抛在一边 先为别人的快乐和福祉着想 尽管我们有许多不足之处 天父必定会让我们事半功倍 使我们一些单纯的努力 能获得成果 几年前 圣徒之声杂志里面的一则故事 鼓励了我 作者这样描述 小时候我们一家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二楼 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我爸爸是个钢铁工人 每天一大早就出门去工作 他每天早上都会为我盖好被子 然后停留一会儿 我常常在半清醒的状态下 意识到爸爸站在沙发旁边看着我 我慢慢地醒来 很不好意思地看见他就在那里 我试着假装还在睡 我后来知道 他站在我的床边 全心全力专注地祈祷 是为了我 每天早上爸爸都为我祈祷 他祈祷我那一天会过得很好 会很平安 也会为将来而学习 做准备 由于他要到晚上才能和我在一起 他也会为白天和我在一起的老师和朋友祈祷 其实我不太明白 爸爸在早晨为我祈祷时所做的事情 但当我年纪一增长 才体会到他对我的爱 以及对我和对我所做的每件事情的关心 这是我最喜爱的回忆之一 直到几年后 我结了婚 有了自己的小孩 并且在他们入睡后走进他们的房间 为他们祈祷时 我才完全了解父亲那时对我的心情 阿尔玛向他的儿子见证 我儿 现在我想和你讲一些有关基督来临的事 是的 他来向他的人民宣布救恩的好信息 我儿 你蒙照担任的事工 就是向这人民宣布这些好信息 准备他们的心 让他们可以好准备好子孙的心 在他来临时聆听他的话 那正是今日父亲的事工 愿神祝福他们都能胜任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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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